Magic Box Hello 大家好 我是Casey 今天的课文裡面呢 我們看到了三種付費方式優缺點的整理喔 不知道大家比較常使用哪一種呢 像是Casey 我平常真的很少帶現金在身上 因為行動支付太方便了 而且又不用找零錢 但是缺點呢就是 如果我去了一些不接受行動支付的商店 我就可能就不能買東西了 那說到這個現金啊 大家知道它的英文是Cash嗎 那現金又有分成鈔票還有零錢這兩種 他們的英文又該怎麼說呢 首先鈔票你可以說Bill 就跟帳單是同一個單字喔 那當然今天課文裡面大家看到的Note 這個字也是可以的 像是假鈔的英文就是Fake Note 那Note這個字大家以前學過是有便條還有筆記的意思 他們是同一個單字喔大家可以記一下 不過呢今天的課文裡面它就是當成紙鈔這樣的用法 再來呢零錢你可以說是Coin 那就是硬幣的意思 它是一個可數名詞喔 那我們就可以把它用在像是這樣的句子裡面 I need some coins to buy the water 我需要一些硬幣來買水 那大家可能也會聽過另外一個單字叫做Change 也有當作零錢的意思 那Change當零錢的時候呢它是一個不可數名詞喔 比方說你有多少零錢呢 那我就可以這麼問 How much change do you have 那這邊就是不可數名詞的用法 兩者的差異大家可以記起來 再來第二個呢我們要認識的字就是work 這個動詞 在課文中呢它不是我們熟悉的工作的意思喔 而是運作啊或者是運轉這樣的意思喔 像是網路不通我就可以說 The internet isn't working 或是你的電腦壞掉不會動了 The computer isn't working Can you fix it? 你可以幫我修理一下嗎 那work其實也有發揮效果的意思喔 比方說我吃了藥都沒有用耶 This medicine doesn't work My head still hurts so much 我的頭還是好痛 以上這個note還有work的不同字義 大家都有學起來了嗎